针对餐厅政策法家弯的还有高雄市 市长陈其迈刚说完餐厅有条件开放内用 没想到事隔一天又紧急喊咖了 还在今天防疫记者会上两度道歉 表示双北疫情延烧 加上日前凤山大楼群聚案感染源不明 在厘清之前这样不开放 不过台南市长黄伟哲确实表示 会依照中央的指示 如果中央说开放内用就会开放 也成了六都之中唯一开放内用的地方 我们也开了很久很久的会议 大家有刚刚跟大家报告的结论 真的是跟大家说抱歉 防疫记者会上沉重道歉 权议委前一天才说13号后 有条件开放餐厅内用 事隔一天却紧急喊咖 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 因为到底要不要开放会牵涉到很多人 专家会议的建议是说 我们先再观察一段时间 高雄市府和专家学者讨论后 认为双北疫情持续延烧 加上感染源不明 考量为解封后人朝南北移动 开放餐厅内用风险太大 12号之后我们的疫情 双北的也都还算稳定的情况之下 那感染也都找得到的情况之下 餐厅约的部分我们就会很快来做 一些开放的一些措施 所以在这里跟市民朋友做个说明 真的是很抱歉 餐饮业者空欢洗衣厂 陈其迈两度道歉 期盼市民共体时间 而对比高雄严格防疫 台南大家长黄伟哲点头借敬 但餐厅开放内用也得遵守防疫规定 黄伟哲丑话说在前头 要业者好自为之 尽管中央下令开放内用 但无都担心疫情扩散 集体逆时中维持内用禁令 这也让开放内用的台南备受关注 记者台南高雄最后报道